舉例如黃之鋒被取消參選區議會資格 其實已經在十多二十個國際媒體成為頭條 我想中共和林鄭要小心處理11月24日的選舉 如果你真是說好像有些傳聞保皇黨或者土共想林鄭取消這個選舉 我想你真是不要搞這件事 如果你取消這個選舉 我想在國際間造成的反彈和震盪 以及在香港本地產生的那種民意的沸騰 並不是中共和林鄭可以承擔得到的 歐洲之行大概就籠統地濃縮交代了 好了 我都有一個信心 就是香港去打這一場人權法治自由生活方式的保衛戰 是不會孤單的 正因為整個自由民主的陣營都是明白香港如果捍衛這些價值和制度失敗 是有一個極大的象徵意義 我希望跟大家報告這個情況 整個自由運動可以有一個比較健康的發展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我希望由現在至11月24日能夠在前線的暴力能夠減低 我們也要警告一下香港的警察 好像剛剛我們看到的在屯門 叫那些居民在大堂那裡跪下 雙手抱頭這些 真的好像我爺爺那時候告訴我 日本人佔領香港3年8個月 看到皇軍怎樣侮辱和虐待香港人的情況是有過之無不及的 但是你記住 你現在不是侵略軍隊來的 你是香港的警察來的 這些這樣的行為 極之大的侮辱 而且是不必要的 這種是濫警權的一些行為 我很早已經在節目裡都講過了 共產黨其實是用原即棄的 如果真的習近平是承受不了國際的壓力 他是要行懷柔的時候 起碼保住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話 一定要找人制旗的 第一個制旗的當然就是林太 但是作這麼多業的 打過香港人是絕不守遠 虐待 苛待 用暴力對待 侮辱香港人的警察 今天你自己作的業 他只要當你成為氣象的時候 沒有香港人同情你 其實你都應該是可以預期的 所以今天當你仍然可以是忍一下手 留下手的時候 你應該會做的 好了 今天也都想講一下 在我回來這兩天之內 我就有留意到兩單新聞的 一單是石禮謙議員 他就說他是建制派 所以他都是要做政府的士兵 不過他都會發夢的 他就講了一番夢話 他這番夢話真是可圈可點的 他是很精闢地可以論述得到 其實林鄭和她那班官員 根本都沒有做事的 你真是以為給房子那些年輕人 就處理了問題嗎 他說你都要聆聽 這個冰封三尺又非一日之寒 香港今天搞成這樣 完全是因為過去幾任特首 又沒有做事 說那些真的都幾是人話的 但是他這次公開講 而是以這個建制保皇黨的資深議員 來講 我想是一個很值得大家去留意的一件事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李小嘉 他是聯交所的總裁 他就在紐約好像 還是倫敦好像是倫敦 他在倫敦就參加一個會議 他就公開發表演說 他報導李小嘉總裁就說 香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政治權 他說中央從來沒有相信過香港 所以就不肯 根據一國兩制 就給香港這個高度自治 當然他提到 香港人當然要問一下自己 你拿這個高度自治權 是不是要來對付中央啊 我可以肯定跟李小嘉總裁說 香港人要拿回這個 中共一直承諾我們在基本法的 這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就是希望在一國兩制這個構思之下 香港人可以生活方式不變 自由人權法治得到保障 計往開來起碼去到2047 所以沒有人拿這個高度自治 是想著來挑戰這個中共的權力的 大家都明白 你中共也應該明白 心知肚明 就是1997年 香港人很擔憂 因為中共根據中國憲法 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 它是有絕對權力的 如果它是不會自我約束的話 香港是沒有運行的 所以我們一直都以為 中共在簽中央聯合聲明 和頒布《機關法》的時候 其實它早已決定了 將那個政治的意識形態放低 而就是讓香港繼續成為國際金銀沖 發揮這個引資和換外匯的功能 為什麼回歸22年之後 竟然會突然間反面 將這個原來的想像和承諾推翻呢 所以香港人爭取保持我們的自由 人權法治和生活方式 只是爭取中共已經已承諾的東西 我們都不會超越一國兩制的框架 我們要的只是講人治港 這個承諾得到貫徹落實 但是我覺得李小嘉加上石禮謙 再加上比如說李嘉誠先生 他拿10億出來給中小企業去申請 每人拿6萬元去救急 好像香港原來的一些勢力 近這個禮拜感覺到好像活躍了 會不會其實這個是一個轉勢 或者轉機 就是原來這個土共系統 就是由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張曉明為首 甚至是韓正為首 然後下到黃志民 在地的黃志民 這個系統 就是失信於習近平呢 會不會是習近平覺得 哇你這個林鄭搞到我真的 真是很不行啊 在國際間呢 又完全沒有面子 連這個慶祝70周年 這個共產黨在中國見證70年 都面目無光 那可能會不會真的想想 是不是應該找一些林鄭啊 或者這個港澳系統的人 那當然我希望是啦 就是因為 其實今天香港去到這個局面 正如我和 我在歐洲見到的 不同的朝野的人都解釋 其實香港人沒得退 因為呢 其實過去22年 香港人已經用最理性 最和平的方法 去提醒中共 你是要根據 中英聯合聲明 根據基本法來行事的 但是 我們不單止 是 沒有辦法 去取得 中共的 這個 同意 去 跟這個基本法行事 更加呢 我們目睹的 就是 背道而馳 就是 現在呢 反而日日呢 就是違法 基本法22條的 這個 這個土共啊 西環呢 就是去干涉 香港的 高度自治範圍裡面的事務的 違法18條的 在這個 香港呢 就是 高鐵總站 是實行 一備兩檢 在香港境內呢 是實施中國的全國性法律的 又或者呢 45條68條 承諾的真普選呢 是遙遙無期的 那 當然 還慶祝難書 就是這個 基本法其他的 一些 條文 是被到違反 那 譬如說 人大常委 其中 有四次的釋法 都是 我認為 是違反了 158條的規定的 那 變成 這些 會不會 已經累積到一點 是令到 習近平都覺得 很不行喔 那樣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那我都 就是 看呢 現在香港這個 這樣的僵局 其實 只能夠 是中共 退一退 那 就製造一個回旋的空間 那 在這個空間裏面呢 就可以 是 尋求 一個社會的修和 那 我希望 這個 不是我一廂情願 希望這個 真的會是一個 這樣的發展 但是 無論怎樣都好 我覺得這個 李小嘉 加上 這個 石禮謙 這個 比較高調的 一個 講述 還有 李嘉誠先生 又拿10億出來 輔助一下 香港的中小企 都是一個好的勢頭來的 但願 是 香港 可以 真的 由現在去到1.1.1.2.4 有一個 比較 和平的 一段時間 去準備 透過票箱 來表達 我們 這個 市民的 意見 這個是最和理非的方法 也是最科學的方法 將那個民意量化 希望大家都把握這個機會 在11月24日 一定要出來投票 令到這個區議會的選舉之後 可以充分反映這個香港的民意 以及 能夠 以這個 當選的 議員的數目 是影響香港 未來的政治生態的